在这节课中呢 我们学习一下PWM电路的一个简单的工作原理 我们使用咱们网站上的一个图片 一个就是说这个张老来整理的一个图片 一个原来我手写的一个笔记 由张老整理了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来学习一下 主板上的PWM电路 当然这个学习这个P这种PWM电路呢 它是我们主板上今后一些高档主板里面 经常会使用到的一种工作电路 咱们之前讲过了 把12伏5伏或者说5伏SB等等各种电压 或者算了3伏降从主板上的南桥或者北桥 所需要的工作电压1.5伏2.5伏等等 有几种工作方式 有几种工作方式 我们有一种讲到的就是线性降压 还有一种是PWM开工电路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把它给列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咱们看第一个 看第一个三端原件降压 就是1171284 我们这个这有一个图输入输出调整 这个咱们就不再过多的讲解了 咱们看第二个线性降压 这个这有一个也有一个说明 我们再往下看PWM开工电路 这个开工电路的话就是通过给负载 这个供电的改变给负载供电的时间改变供电电压 那么这个为什么着重讲这个 这个在我们以后修到了一种 K8或者说这个9系列主板里面 内存供电还有南美桥的1.5伏供电 都是采用这种电路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一个简单工作原理才能下手去维修 这个微靠部分就不用说了 CPU的微靠电路从很早的主板到现在 一直都是采用这种供电方式的 不光是包括现在目前的这种主板 其实不但只有一组 而且只有多组 多组这种就多项供电 多项供电来给CPU产生这种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电流的电流的一个供电 我们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小灯泡的一个例子 我们看这边一个图 当K闭合 K是一个开关 当K闭合小灯泡或者9伏电压 当K断开小灯泡或者0伏电压 这个图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那我们看 例如K闭合一秒 断开一秒 重复动作一分钟 就在这个一分钟以内 我们始终重复这么一个动作 把K开关 这个把它给闭合一秒钟 然后再打开一秒钟 然后再闭合一秒钟 然后再打开一秒钟 始终重复这么一个动作 持续这个动作一分钟 我们就分析这一分钟之内的这个电压 那么在一分钟之内 小灯泡获得了一个平均电压呢 这个什么叫平均电压 就是说平均电压就是说它获得了一个电压 总数 然后冲上一个时间的总数 就这么计算 那么这个电压就是为 这个就说它获得了一个 它导通 它这个获得电压的时间 应该是这样说 获得电压的时间 比上一个 这个获得电压时间和 没有获得电压的时间的一个比 就是说1除以1加1 就是说就等于导通时间 除以导通时间 加上这个断开的时间 就是说等于1分之1 乘以这个9幅 那么在重复这样一个动作 小灯泡获得平均电压呢 是4.5幅 我们看下面一种 可以闭合一秒 断开两秒 重复动作 这灯泡的平均电压为 1除以1加2 就是说导通时间 是闭合时间 获得电压的时间 是一秒钟 没有获得电压的时间 是两秒钟 那么这个获得的平均电压值 就是1除以1加上2 乘以9 这个9幅 等于3幅 获得的平均电压值 就是3幅 那么我们 PWM电路 也就是采用这种方式 来进行调压的 就是说我们改变 小灯泡获得电压 和没有获得电压的时间 就可以改变它 第一个电压值 这个电压 电压源 本来是9幅 我们通过改变 这个开关的时间 这个灯泡获得的平均电压 就改变了 当然说我们做这个试验的话 我们这样开关开关 它获得的一个 小灯泡的一个 小灯泡获得的平均电压 是非连续的 就它是不连续 即使你闭合再快 它始终是不连续的 那么 在开关电路 在这种电路里面呢 我们要获得一个持续的电压 只要通过滤泡电路 通常由串联电感 和并联电容的滤泡电路来实现 我们接下来就看 这个电路是怎么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电路里面 再把它给丰富一下 再下入一些适当的元素 那么它就可以达到 获得持续的电流的 这种特性了 那么就是说 加入一些合适的元素 那么它就成为了 咱们主板上所使用的这种 PWM 比方说CPU 这个微靠 产生电路 它的一个最初 最简单的一个模型 我们看下面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单向的供电电路 我们看 首先是一个 左边是一个电源芯片 电源芯片 那么它的供电 还有一个VID信号 还有一个音信号 这个我们在下集 在这个以后的微靠产生部分讲 我们就看这个电源芯片 它是起什么作用的 它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起到像刚才我们说 去导通 去闭合和断开 那个K 开关的作用 就是说电源芯片 就相当于我们的两只手 那后面在这儿呢 是两个 Q1和Q2是两个厂键管 这两个厂键管的话 就是电源芯片 控制它们的积极 就相当于说 我们用手去按这个K 开关 把它给闭合和截止 就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 我们接下来看电源芯片 会控制它呢 会控制这两个 这个Q1和Q2呢 轮流 轮流 这个工作 它就为什么轮流工作 大家就不要去考虑那么多 其实我们 就从一个比较 比较简单的一个层面上 去考虑 这种 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它就这样设计的 你可以这么去想 那么首先看 右边这个 这个矿图 右边是一个方波 右边是一个方波 那么这个方波的话 就是Q1 咱们就看Q1 这个方波 Q1下面这个地方 表示Q1这个低点频 Q1的积极 获得低点频 那么上面这个地方 表示Q1的积极 获得一个高点频 同样 Q2这个地方 这个获得一个 这个地方 获得一个高点频 再获得一个低点频 上面这个呢 表示低压 这边表示一个时间 就是咱们看Q1 Q2的一个 它们的一个导通 和和截止的一个 一个一个关系 就Q1当低点频的时候 Q2是高点频 当Q1是高点频的时候 Q1是 Q1高点频的时候 Q2是低点频 也就是说 Q1积极波形 与Q2积极波形 相反 Q1通 则Q2截止 Q1截止 跟则Q2导通 就是说Q1通的时候 Q2就关了 Q2关的时候 Q1就通了 我们接下来看 它的工作的一个周期 第一周期 DNIC为Q1积极提供12幅 或12幅以上的空地压 当然在实际工作的时候 是下管线工作的 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为大家便宜去理解 大家就看 大家就想 是这个上管线工作 上管线工作 这个上管线机 获得一个12幅电压 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这个地方 获得一个12幅电压 或者12幅以上的空地电压 或者12幅以上空地电压的时候 Q1就完全导通了 那么低级这个时候 由这个数换 12幅数换 输过来一个 送过来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供电 低级 低级一旦过来 瞬间过来一个 在那个高点屏 那么上管导通 瞬间导通 那么低级和SG导通 导通的时候呢 它会给这个R2 进行一个充电 给它进行一个充电 怎么充电呢 就是说一导通 那么R2 就有一个什么特性的 它会 这种电感的话 它会防止两段电压突变 就是说 大家不要认为说 这边过来一个5幅 突然一导通 这个5幅不一下 跑到CPU里面去了吗 这个 这有一个电感 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如果这没有电感 接着一个导线 肯定这样一通 CPU就烧掉了 因为有了这个电感 所以说 一旦过来之后呢 电感这一段电压再上升 它这段电压呢 它是缓慢上升 缓慢上升 它会 这个防止电压的突变 它就具有这么一个特性 就说 在第一阶段 第一周期的话 是给 这个R2电感进行充电 给它充电 那么在下一周期呢 我们看下一周期 电源来说关闭QE 把QE关闭 就是给QEG电压 给了它一个低电瓶 那么接下来 给了QE2一个高电瓶 看 上面这个管子截止了 下面这个管子导通了 给QE2D高电瓶 那么QE2DG和SG就导通了 DG和SG导通了 那么这个DG和SG导通 是什么作用呢 它就是为了 使这个 给这个电感放电 提供一个回路 怎么回路呢 这个电感的话 我们第一次 在第一周期给它充电 第二周期 所以这边三管一闭合 电感呢 它就要往这边放电 它就是本身 就有这么一个特性 往这边放电 放电的话 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像一个水管 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小管子 我们用手捏住 它的这个上段 就像我们说 喝这个饮料的那种吸管 我们把这个吸管里面 注满水 然后用手捏住 捏紧吸管的上段 它里面的水 肯定会流不出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 与大气形成一个回路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下管 下管就Q2导通 积极获得一个高点频 Q2导通 它就是可以使 比如说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 这个吸管上边 这个捏紧的手松开了 那么它就会把里面的 这个水流出来 为什么呀 因为它跟大气形成回路了 所以它就会流出来 那么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 Q2下管这个地方 一旦下管导通的时候 电感它就要进行这样放电 这个放电过程是这样的 而给CPU供电 CPU当然CPU也会有地线 对不对 CPU的地线就跟这边的地线连在一块 形成这样一个放电的过程 这个据说电流它是这样走的 它是这样走的 看好了我这个方向是这样走的 那么这样周而复始 那么当放电放到一定程度 好了下管又闭合 三管又导通了 又给它充电 充一下电 然后下管再导通再给它放电 就是通过这种一种快速的 咱们所说的这个时间 咱们再说起来这么慢 实际上工作的时候 它的给这个电源芯片 给这个积极的 这一个导通和截止的开关频率 是非常非常快的 非常非常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快到我们用速度观表 去量的时候呢 只能量到一个稳定的 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稳定的电压 就是说速度观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它就根本捕捉不到 这个Q1和Q2G级的 这样一个电压的方波变化 它所测量到的一个 它所测量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只是一个平均电压值 就是平均的电压值 这个波形是什么可以看到 用识波器 识波器就能捕捉到 这种快速的电压变化 它就可以看到是一个 实际上它是一个波形 它并不是咱们速度观表 现在所显示出来的 一个非常稳定的 一个直流电压 那么这个就是 开关电路的一个 开关电路的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 简单的一个 PWM电路的工作原理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地方 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12V 12V过来的一个 送过来供电 送给了CPU 比方说CPU 现在需要得到一个 两V的供电 需要得到一个 两V的供电的话 那么就说 控上管和下管的 导通时间的一个比例 比例就是说 上管应该怎么样呢 CPU要想获得两V电压 就是CPU获得的电压 是这边送过来的 应该是这边 这边送过来 一个12V电压的一个 6分之一 对不对 6分之一 也就是说 领域上这样 简单的去推算 推算一下的话 就是说 它上管导通的时间 和截止的时间 比例呢 应该是1比上5 就相当于说 小灯泡一样 在1秒钟之内呢 闭合 后面5秒钟 是断开的 那么闭合的时间 占到 占断开时间 这个和闭合时间 整个这个 这个做期段的 6分之一 那么小灯泡 获得的平衡量 就是两V 所以我们再去测量 如果用这个 施波器去测量 这种波形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会 因为画这个图呢 是这样的 那么上面 Q1的这个高点性 导通这一段 时间非常短 下面这一段 时间非常长 而Q2正好相反 Q2导通 这个截止的时间呢 Q2截止的时间 它是 它是这个 非常短 导通的时间非常长 就它跟Q1的 积极波形正好相反 Q1是这一段 就这个 下面这个地方 导通的时间呢 这个截止的时间 非常长 那么Q2导通的时间呢 它就非常长 就因为Q2在方电 所以说 其实在很多 这个主板里面 它都使用了 一个Q1 两个Q2 一个上管 两个下管 为什么呀 因为下管 实际上 下管的工作时间长 下管的工作时间 要远远高于 上管的工作时间 那么 也就是说 我们在测量 如果用速度观表 去测量 这个控制DDI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上面这个控制机 上面这个积极电压呢 它电压值都比较低 一般会在 2到4V左右 一般来说 越高档的主板 谁越所获得电压 越低 那么这个上管的控制机 电压 它会平均值就会越低 刚才我讲了 为什么平均值越低 就是因为 上管的这个积极 相当于 它就是控制 上面这个小开关 控制K的 那么 那么它这个K 就是说 闭合的时间会越短 截止的时间越长 那么后面 CPU所获得的 电压值呢 就越低 所以说我们 用速度观表 去测量G级的时候呢 电压一般都会在 应该说 在现在的主板里面 比方说 在915主板里面 应该都在 2V 3V左右 那么下管G级的话 它一般都会在 9V到10V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说了 下管导动时间长 它的G级 所获得的控制电压 的时间长 所以说我们用 速度观表 去测量的时候呢 会测到这个 平定压值比较高 这是一个 大概的一个 电压范围 那么 我们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 第二周期放电的 一个思议图 周期放的思议图 好了 我们这一部分呢 PWM电路的 这个最基本的 工作原理 我们就说这么多 那么在下节课 视频中 我们就开始讲解 我们就开始讲解 CPU的 微考的产生 CPU微考电路的产生 我们讲解 CPU微考电路产生 我们先讲解原理 然后呢 我们对着这个实物 P4BGR主板 我们去学习 怎么去走线路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讲这么多